哈喽大家好 AI绘图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流行趋势 那么不仅可以用AI来绘图做视频 那我们还可以 那我们还可以用AI来做一个logo设计 那小鱼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就教大家如何用咪精里来做一个logo 哈喽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那么都知道 今年AI绘图是特别的火爆 很多人呢用AI来绘图做一个短视频 也获取了一定的收益 那么小鱼的往期视频呢 也告诉过大家怎么样用AI绘图来做一个短视频 包括之前的咪精里教程 怎么样以图生图 参数大权 一个指令讲解 如果大家对绘图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小鱼的频道 那小鱼今天这期视频呢 主要给大家讲 如何用我们的一个咪精里呢 来设计一个logo图像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过程 那这里呢 我们就让我们的咪精里 给我们设计一个宠物店的logo 那我们就把这个需求告诉咪精里 看看它呢 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还是从简单的命令开始 我们需要一个谷歌翻译 在这里输入logo设计宠物店 那我们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logo设计宠物店 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要给米精里一个最小的限制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我们要的一个结果就是 一个logo设计和一个宠物店 这两个关键点 这里呢我们只是让米精里呢 先给我们生成一个大概的图像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像呢 再来做一个范图的一个限制啊 再来优化一个图像 最终呢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可以看到啊 简单的一个描述出来的一个图像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说实话这个也还将就啊 比如说这个还可以比较简单 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一种风格 接着呢我又更改了一下描述 啊一个logo设计 又加了一个2D啊 加了一个白色背景 同样呢还是一个V6版本的图像生出来的 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感觉还是不太理想 那这里呢我切换了一下版本啊 我把这个V6版本的切换到了5.0的一个版本 我们看一下5.0的版本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有点像头像的样子了啊 大部分的头像我们见过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一个logo设计呢都是这样子的 啊一个圆形的 啊还带有一些字母 我又用同样的描述词呢 用了一个5.2版本的 我们看一下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我觉得效果更好一点 至少它的再少 颜色更分明 那可爱还是蛮可爱的 但生成出来的 它全都是一个圆形风格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logo 那这里呢为了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logo设计 我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关键词 简洁风 始量啊用5.0的版本生成出来的我们看一下 这个连动物都没有了哈 这个还可以这个呢也还可以啊 都还是一个圆形的设计 这第一个不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 我生成的这些logo当中呢 它全部都是一个以狗为主来做一个logo 我不想要狗 我也不想要这种圆形风格的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呢 我又输入了一个这样的描述词 不要圆形风格 我又输入了一个这样的描述词哈 不要狗 很显然呢 Mijerly呢 它是没有理解到我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放大看一下 还是以狗为主 这还是一个圆形的 是有最后一个不带圆形 那这里我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 首先呢 我不要圆形 我们输入了一个 不要圆形 不要狗 显然它不能理解 让我们这里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抽象 不对称 这里复制一个描述词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抽象 不对称 这个结果 好了很多 但是这几个都还是以圆形为主 可以看一下 都还是以一个圆形为主的 只有第一个 那我们再来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要狗 我直接在这个后面输入了一个 low参数 low dog 可以看一下 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张不再是一个圆形风格 而且也没有狗了 这个logo呢 还算可以 这里面它再补充一点 这里面它为什么会没有出现狗 变成了猫 因为我在这个提示词前面呢 加了一个猫在里面 所以呢 它主要以这个猫为主了 笔记里呢 还是能理解我们的意思 那这里呢 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啊 还是加上一个抽象不对称 最后呢 还是把我们的不要狗的写进去 加上我们的一个low参数 多个 那我们再来给它加一个k20值 刚刚 大家都知道这个k20值呢 我们可以从0设置到100 那我们的k20值越大 那么这个图形的变化就越大 风格越大 那关于这个k20值呢 小鱼之前也出过一些教程啊 这里呢 呃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描述栏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什么是k20值 我这里输入一个 70吧 70太小了 80吧 我们让米接人来自由发挥一下 这里米接人正在快速的生成 我们想过没有 我们给了它一个k20值 它会给我们生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这个k20值呢 它的风格越大 它的变化就越大 非常的期待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变化确实很大呀 四张图片四种风格 你们更喜欢哪一张呢 我觉得这张还可以 那我们把第一张放大 感觉这个背景又太花哨了 那这里呢 我们点 斜杠 Settings 送出 我们这里把这个remix打开 这里已经打开了 大家把这个打开 打开干什么呢 既然这个背景太花了 我想让它变成一个白色的背景 我们点这个 让它发生一点轻微的变化 打开了这个remix 那我们就可以修改里面的描述词 出现这种该交付失败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多点两下 OK了 我们在这里 加入一个白色背景 我们把这个关键字输入在最前面 白色背景 提交 看看它能不能把后面这块木头给我们去掉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张图片 我写了一个要求是白色背景 显然它没有帮我变成一个白色背景 但是呢 它也没有刚才那么花哨了 可以看一下刚才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进行一个对比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进 包括猫咪也有了改变 每张图都不一样 这个变化之大呀 个人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可以让它再简洁一点 选第一个 我们再输入一个白色背景 那我们把这个low dog给它去掉 我想让这个里面又出现猫 又出现狗 我们这里再改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让更专业的一个GPT呢 来帮我们设计一下这样一个logo的形象 那可以看到这里 logo设计简要描述第一元素 第二风格 第三排列 第四 线条和颜色 字体 整体感觉 OK 我们去尝试着生成一下看 那这里呢 如果说你看了一个好的一个logo图片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用我们的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模式来去做 比如说这里我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去按照原图生成类似的图片出来 至于怎么样以图生图呢 这里我也会把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来 前面呢 小月有详细讲解过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 那大家也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查看一下 趁着这个Mijery在绘图的这个时间 排队的这个时间呢 小月简单说一下 如果说你们还没有一个Mijery的一个账号的 可以去描述栏 有一个Mijery便宜合租的一个账号 大家可以去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打开小月的视频 这下面有一个Mijery便宜合租 我们可以点进来 我们往下拉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Mijery 59块钱一个月 这是人民币 之前给大家讲过 Mijery的一个官网的价格是200多一个月 这里包括还有一个GPT的账号 这个是独立账号 这都是成品 大家拿来就可以用的 那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在这个描述里面 加了一个猫和狗 又添加了一个白色背景 它生成出来的效果 白色背景是有了 但是猫呢 只看到了狗 这也是两条狗 但是猫不见了 我们这里看一下 我刚刚用GPT给我的描述 做出来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多生成 让它多帮我们描述 我们看一下 这个更卡通 这个有猫有狗 但是这个太卡通了 我们还是从上面选一张吧 简单点 就这个第二张 既然已经是一个白色的背景了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KR值给它 不要了 我们这个宠物店也不要了 只要一个猫和狗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我这里再把它描述词 进行一个更改一下 白色背景 猫和狗平面2D 重复了 简约风格 矢量 抽象 那我们这里把 抽象和矢量呢 那我们这里把抽象和不对称 给它移到前面来 OK 我们再输入一下 我们把抽象和不对称 加一点权重 加到1吧 后面呢 我们还是给它一个KR值值 刚刚 KR值值给它调到30吧 OK 那这里由于等待的时间太久了 小鱼就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一个logo设计呢 如果说你不想自己去思考 怎样设计一个logo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直接用GPT啊 让它来帮我们描述一个logo的一个设计 根据GPT的一个描述 翻译成英文 我们直接来这边绘图也可以啊 做出你自己想要的一个设计来 那么做logo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呢可以去研究研究 等下次再告诉大家这里生成的结果 喜欢小鱼 记得一定要给小鱼点赞订阅小鱼的频道 喜欢小鱼呢 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小鱼的频道 可以观看小鱼的其他节目 那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分享